南韓檢察官要求法院判署三星集團董事長李在庸十二年徒刑 他被指控多項與政界人物有關的貪污罪名 並且導致前總統朴槿惠的彈劾和下台 檢察官在星期一的法庭審訊結案陳遲時說 李在庸向朴槿惠的好友崔順實所控制的兩個可疑的非盈利基金提供了幾百萬美元 以換取南韓國民養老金服務局在兩間三星附屬公司合併的事情上獲得優待 雖然這種合併導致出現虧損超過一億美元 這種合併案為李在庸更容易從自己父親手上接管整個集團的控制權 李在庸否認有做過任何不法行為 有關判決預計在今個月稍後宣布 9月2日 9月1日 9月1日 10月1日 9月18日 11月19日